台卫市有个建案刚完工 号称是北投最新的大豪宅 不过施工过程造成了附近有160户的民宅受损 那么有25年以上的老房子出现了路面位移 住户控诉 建商说要谈赔偿 但是始终一拖再拖 一楼左廊到处都是裂缝 甚至可以放进两只手指 外墙倾斜看起来随时都会倒塌 楼梯天花板剥落 钢筋清晰可见 有的地方甚至路面位移下滑 路口都歪了一边 带了外观也出现墙面剥落 差点就砸到住家 我们老师 他怎么不烦恼 叫我们老师才会说 我们三年中间 这三四年中间 噪音是很多 我向环保局 检举叫巴士 有叫我们一个老主任来看 他说他们都要付借 结果两三年之后 他说他不知道不知道 他要提供事 住屋指控 25年老房子对面 就是全新豪宅建案刚完工 21层双塔设计 号称是北投最新指标性建筑物 可是却造成附近160个住户零损 却还有住户迟迟得不到赔偿 控诉建商故意拖延 记者向营造商工地主任查证 却得到这言回应 严康豪宅即将家屋买卖 营造商态度强硬 担心对方不认账 住户只能自主自救会 到处申诉 顶级豪宅还没开卖 已经先引发不少名愿 追求王七宛专展台北报道